宇宙奇觀4 微小的生物 植醋在海中到處都有 最普遍的是在較淺的海面 這種細小和單細胞的植物 通常藏在芥殼裏 時是透明如絲 以至最好的顯微鏡都看不清它們的結構 要用電子顯微鏡才能夠研究它們 植醋一共有超過一萬種不同的種類 但每一種都是細小魚絲 細到要收集一千五百萬個才能放滿一茶匙 當植醋死的時候 它們的戒殼就會沉到海底 就是被其他魚類吞食的時候 它們的殼也一樣排泄出來沉到海底 這樣海底的醋殼沉澱成為很厚的一層 靠近加利福利亞州的龍帕克海旁 從前是一個淺水的海灣 現在發現那裡堆積的燥鶴層 竟然達五方公里闊 一千四百尺深 這樣的燥鶴堆積的數字實在無從估計 或者可以說每二十二方寸 就有直措百萬的六成方 即是肯一之後加上三十六個零的數目 然而這些都是過去的生物 都是創造主保守的目標之一 能夠叫千億燃燒的太陽造成一團銀河 而且將它們安置在太空 這樣的一位神 必然具有廣大無限的能力 但是神又能夠創造微小的生物 而且又賦予它們建造的天才 使它們能夠成為一萬種不同的微生物飾養 這樣的一位神 必然有無限的能力 而且能夠關心極小的東西 簡單來說 這些東西從我們來看 無論祂是大過人或是小過人 總之可以看到神的權能 祂的作為和祂的看顧 祂的作為人